德國有房屋整間被沖走,隨著洪水撞到一棵大樹。 在重災區北維州,暴雨導致大批路面下陷,多人被困。 但是德國就有過百人死亡,在當地近60年來,死傷最嚴重的天災,超過11萬戶居民停電。 直將接替默克爾代表基盟盟經族總理的北維州州長拉赦特, 和默克爾開會回報災情,形容今次水災是歷史大災難。 雖然洪水已陸續退卻,但救援工作仍然嚴峻,道路和通訊系統切斷, 有村莊成條被毀,聯絡不了。 當局出動過萬人救災,包括近千名軍人。 西偶部分地區兩日內,落了相當於兩個月的雨量,河水泛濫,沖崩河堤。 受災同樣嚴重的比利時,暴雨已經停了。 當局出動大型機器清理,法國和意大利等派員協助搜救, 當地至少20人離難,宣布星期二為全國哀悼日。 荷蘭多處仍然嚴重水浸,宣布南部地區進入國家災難狀態, 軍方加固被沖崩的河堤疏散附近居民。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, 隨時準備好提供協助,災情嚴重,明顯與氣候變化有關, 呼籲盡快採取行動應對。 亦有氣象專家說,難以具體預報哪些地區會出現異常暴雨, 而氣候變化只會令極端天氣越來越常見。